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歐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 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前資深外交官 借文吉大使 思敏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張延廷老師 思敏好 大家好 好 還有國安戰略專家 陳文賈老師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 這一集我們來持續關心 巫二的戰事 巫軍持續遭受到 大範圍的襲擊 我們現在來看到 俄軍在上個週末 接連轟炸了 烏克蘭的東部南部的城市 哈爾科夫 遭到了當地 32架的無人機 還有6枚的飛彈襲擊 一共是造成 一共達到8個人死亡 第一頭俄軍攻勢 持續地擴大攻擊 現在來到了 烏克蘭的能源系統 這個是來自於 烏克蘭的能源部長 加盧申科的說法 他說俄羅斯軍隊 最近幾週 已經襲擊了 大約達到80% 他的當地的燃煤 還有燃氣發電廠等等 還有超過一半的 這個水力發電廠 他也強調 這是這一場戰爭開打以來 對烏克蘭能源系統一次 最大規模的襲擊了 根據最新掌握的情資 在平靜了一段陣子之後 我們來看到俄羅斯 接下來可能會展開的是 下一波的春季大反攻 這一件事情一旦發生 烏克蘭又將遭遇哪些重大挫折 持久戰會持續到何時呢 另外還傳出了美國前總統川普私下 提出了一項秘密計劃 要烏克蘭放棄部分的領土來結束這場戰爭 這個領土恐怕迫及到是克里米亞跟頓巴斯的邊境地區 這是川普的部分這邊說有看到有提出來這樣的事情 但是這個消息馬上是遭到川普方面的否認 但是外界也在猜測了 這當中恐怕涉及到什麼政治的陰謀嗎 今天專家會一次來全面做解讀 我們先來請教將軍如何看 俄軍這一次先對了烏克蘭的東北部哈爾科夫大空襲 接著我們提到他的這個能源系統都受到了攻擊 如何解讀他這一波的襲擊 這一次他已經把重點放在這個烏克蘭的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那他這一次公益級的是基建基礎建設 有人員設施 這樣子的話有這個沒有這個人員沒有電力 他的整個的烏克蘭軍隊的搜索系統雷達系統 還有他的防禦系統都要靠這個電力 那麼電力沒有了 電力如果沒有就要啟動備用電力 備用電力就備用發電機來發電 備用發電機一發電很容易被發現 因為他的熱源就出來了 很容易被紅外線的這個偵測的系統偵測到 就可以此次做摧毀 所以俄羅斯他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戰術有改變 摧毀的這些基建也造成民生設施 人民生活的非常不方便 那這樣的話整個工業生活 都是停頓的狀況之下 會讓烏克蘭的軍隊 還有他的民眾造成更大的壓力 還有生活上更多的這種匮乏 我們現在可以看出 俄羅斯在這一方面 他是逐步的向西推進 他現在不是在我們講的重點打擊 而是他是穩扎穩打的向西推進 將來的停戰線 現在他的控制區就是未來的佔領區 現在的佔領區就可能是未來的 他的我們講的國土區 他變成這樣的他就佔領了 所以他現在慢慢的向西推進 這整個以後將來停戰線就是國土線 這是極為可能的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烏克蘭所面臨的是彈藥的不足 而且他縱然給他的這些相關的防空武器系統 包含防空雷達以及電子干擾的設備 都需要電力 那在沒有電力的狀況之下 很難發揮戰力 那這樣的話對烏克蘭來講是極不利的 所以你看俄羅斯他是有節奏 有調整的一個重點 一個聚焦就是在電力設施 他為什麼不打其他的相關的 因為先解決電力設施 其他武器系統所能夠發揮的作戰效力 馬上大打折扣 所以俄羅斯在這一方面 他有做調整 那現在對烏克蘭來講 烏克蘭在只有西方國家 這個武器裝備給他的也不夠 然後在整個作戰的態勢又損兵折降 將來勢必要割地求和 這是一定的 那至於拜登政府所說到的 這個頓巴斯地區以及克里米亞 我看不止 因為這四個州都已經投票了 頓巴斯只有盧甘斯克 跟頓內斯克這兩個州 那還包括西部的扎波羅熱 也包括赫爾松州 這樣的話這四個州都已經 參與今年俄羅斯總統大選的投票 那就已經完成它主權上的賦予跟承認了 那這樣的話可能不只是光是頓巴斯地區了 也包括扎波羅熱跟赫爾松 這個在我們講的頓巴斯地區的西南方 換句話整個加起來 如果把克里米亞加進去 這超過12萬平方公里 那是對烏克蘭的領土 60萬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來看 已經佔了將近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 換句話這個領域非常大 對戰爭打越久俄羅斯所虛索的會越多 那烏克蘭所丟失的所遺失的也會更多 所以整個狀況來看對烏克蘭是不利的 當然俄羅斯社會有一些相對的戰損 但是俄羅斯它可以承擔得起 因為它的人多 籌碼多 而且武器多 武器的生產它的基礎的國防工業的設施 到現在為止也是滿窄 沒有受過這個破壞 仍然是個完整的國防生產的體系 但是烏克蘭沒有辦法生產 全部仰賴於西方國家的資源 所以一個是被動的 你要支援能夠有多少給你多少 這是沒有辦法控制 這個是客觀的條件 但是俄羅斯它有主觀的控制權 它有生產多少 就有多少的武器裝備投入烏克蘭戰場 所以來看一高一低 整個狀況來看 對俄羅斯雖然會付出代價 但是它將來會有獲得領土來做補償 對烏克蘭來看 它的火力不济 將來會丟失的更大 好 俄羅斯持續的 向這個西邊的地方去持續攻進 剛剛已經看到了 它攻擊的主要性能源系統 包括了在民生工業 甚至無系系統 現在要全面來做癱瘓 這一場攻勢 接下來可能會持續引發的是 春季大反攻嗎 我們來看到現在北約國家 有個國家就是芬蘭 它很靠近俄羅斯 它真的很緊張 剛剛我們提到的春季大反攻 我們是來看到這一位是芬蘭的總統 史塔布 他說他感覺到一股 現在有一個平靜的決心 但是他也感覺到現在很急迫 他說戰爭陷入了停滯期 但是這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我們都在預期 俄軍將在春季發動進攻 再來看到這個烏克蘭的總統 澤倫斯基他也激動說 你俄軍的空襲強度 可能會持續下去 這樣的防空彈就會不夠用 如果它像上個月一樣 天天炸 我們的飛彈將可能很快就會用盡了 先來看看這一場戰爭 重要的是誰能掌握情資 說芬蘭的部分跟烏克蘭 都掌握到情資了嗎 是真的有可能爆發春季大反攻嗎 文哲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拿到情資了 因為畢竟這個情報工作是先戰之戰 因為你要判斷會不會戰爭 可能要需要情報的一個部署 然後或者情報之後 才能做一個延期跟你運用 這是看起來其實 我認為芬蘭跟烏克蘭 他為什麼確信 明年的春季會產生 所謂俄軍會去大 就是會去緩撲烏克蘭 大概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當然就是 他軍事動態跟部署 因為其實如果說烏克蘭跟芬蘭 甚至透過美國的幫忙 他可以透過所謂的衛星 可以瞭解他是集結的 就像我記得2022年的2月24號 那時候俄羅斯他要去打烏克蘭的時候 其實他也在前一年就有在中兵部署 美國也提出說他可能 在2月16號就會攻擊 但是後來那時候美國故意放出來的消息 是希望普丁能夠轉變心意 但實際上後來他也是延後了8天 本來是月曼26號 他也是延後了 因為可能在做一些 更加重新部署的狀況 因此他可能透過 可能美國提供的一些衛星情報 給他們做一個了解 他們有一些徵兵的動作 此外當然還有歷史的模式 跟一個季節性的攻擊 因為其實看著機場戰爭 尤其是在烏克蘭戰爭 它是在2月24號啟動的 一般都是春天 春天 因為春天那時候春暖花開 大概就是在補給上 或是在供暖上 可能就不需要 就像天然地冷根本沒法去打仗 所以他可能到春天 當然還有一個內部情報 跟他的一個訊號 因為畢竟其實剛講的 衛星情報之外 此外可能還有人員情報 他可能去收集到 真的是要發動攻擊 當然還有地區跟國際形勢 因為其實現在有其美國 他最大的這個 烏克蘭最大的支持力是美國 美國其實他現在這個兩院 其實對這個所謂的 要不要繼續去幫助烏克蘭 其實他們現在也 好像也傾向於就是說 因為消耗戰 消耗戰引起他們美國國內的一些反感 因為畢竟也像越戰一樣 花那麼多精力 然後最後搞到最後美國 花這麼多人力物力 包括犧牲那麼多將士 後來他們也認為 可能這個部分可能就會 不大會去跟烏克蘭 做之前現在這麼強而有力的 一個後援資源 所以可能那時候烏克蘭也 俄羅斯也認定已經到的時候了 所以剛好是在滿三週年的時候 他要可能啟動這個所謂春季大戰 我覺得他們是有這個情報 而且有一種觀察而得出的一個結論 所以他才發出這麼強烈的一個訊號出來 是 好 大使現在情詞都顯示 很有可能會發生這個春季的大戰爭 那您如何看接下來會如何演變 其實就是說這個莫斯科的恐攻事件 我認為是俄武戰爭的一個新拐點 也就是說過去的戰略 就是說俄方的戰略可能會做重大調整 那最近很多跡象 當然這個芬蘭他們是很近 而且他們了解俄羅斯 所以他們的觀察 那麼認為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這是我覺得很準確的 然後春季的話 會俄羅斯會反手為攻 他過去一段時間是手 那反手為攻 那這反手為攻呢 有一些跡象就顯示出來 就是說第一個 那麼邵伊古 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大概3月下旬 他去參觀了一個炸彈工廠 這個炸彈工廠 這個生產航空炸彈 他們要做這個FB500 FB1500 FB3000 這個也就是3000公斤的炸彈 這個航空炸彈 這是不得了的炸彈 炸上去 這個直徑幾百公尺以內 大概就寸草不生了 上百公尺 這個非常大的 恐怖的 那第二個 俄羅斯現在大量增兵 而且在這個 就是說莫斯科恐攻以後 那麼自願兵 尤其就是說自願從軍的人 大數增加 幾個禮拜就增加了快1萬人 你知道這個自願從兵 跟國家基本上增來的兵 那個待遇是好幾倍 那這些自願從兵越來越增加 所以從俄羅斯的國境以內的話 他有一個氣氛要報復的氣氛 那這也是 這也是就是說普丁他必須要面對的 所以怎麼樣對於烏克蘭 那麼在俄羅斯 莫斯的恐攻事件以後 那麼俄羅斯作取一個回應 讓烏克蘭的政府不敢再嘗試第二次 因為這個是一個潘朵拉盒子 你打開的話 你如果沒有讓發動這場攻擊的 俄羅斯所認定的這個所謂的雇主 他們都知道這是恐怖分子做的 可是他們說要查那個雇主 現在收證 俄羅斯方面所有的情報 都是說雇主就在烏克蘭 所以現在的情勢事實際上是非常緊張的 我覺得烏克蘭應該是大獲零頭 大獲零頭 而且俄羅斯方很多警告的訊息已經出來了 那麼前幾天俄羅斯這個國家科學院 國際關係的首席研究員 在這個金月俄羅斯裡面 他寫了一篇文章 我覺得大家都要重視 他說 如果確定是烏克蘭是這個雇主的話 他說對俄羅斯戰爭有三個重大改變 第一個就是俄羅斯會放棄 不打擊烏克蘭政府高層領導人的這個承諾 所以到今天從你這個澤倫斯基 到烏克蘭的這些高層領導人 他們都沒有受到生命的威脅 可是這個就是威脅他們生命 第二個他說 不會允許烏克蘭恐怖主義政權繼續存在 所以他現在的力度不是要消滅烏克蘭 要把烏克蘭 責倫斯基這個政府把他打垮 他要消滅他 第三個 他提高層級 他說可能會與西方國家發生正面衝突 也就是說他還警告 你西方國家你要插手的話 我不排除跟你正面接觸 你們二手的或是偽裝的在烏克蘭 他是俄羅斯是怎麼講 俄羅斯不是不戳破 可是也沒有說要正面 可是他這個三個警告都是非常 非常非常明確的 那所以我覺得大戰之前這個準備 當然除了調兵這個部署之外 你這個武器的使用一定開放 第二個攻擊的目標也會改變 那戰爭的性質已經改變了 那麼我們記得就是說 莫斯科恐攻之後 俄羅斯對俄羅斯戰爭的定調 已經是戰爭了 不是特別軍事行動 那也就是說 這個戰爭發到這時候 我覺得就變成 現在俄方要採取主動 那他也有一種方式 就直接打這個基輔 把這些直擊針對這個 澤倫斯基他們 可是他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讓烏克蘭老百姓叫 澤倫斯基下台 因為澤倫斯基現在的 現在的這個民調 二十幾趴 調得非常的低 而且他目前的總統 是沒有經過選舉的 所以他其實在國內的聲望跟支持度 合法性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把這個打擊的目標 在這個民生基礎設施 讓俄羅斯的老百姓 晚上沒有燈光 家裡沒有電 買汽油沒有汽油 然後所有的這些民生的工藝都把它斷絕以後 他們除了是怪俄羅斯之外 他們會怪到怎麼樣 怪到澤倫斯基 所以這也是對澤倫斯基最有一個施壓 所以我覺得軍事行動到今天打到今天 我看俄羅斯軍事行動的政治目的 所以政治目標管控軍事行動的 這一個基本的連結 你不得不說俄羅斯這方面 他是非常清楚 他的一刀一槍一彈 他都是為了服務他的政治目標 這場戰爭的政治目標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 要看他的政治目標是什麼 現在政治目標一改的時候 那個一千五百公斤 兩三千公斤的炸彈炸下去的時候 那個對整個俄羅斯戰爭來講的話 是提升到一個新的層級 那個震撼性跟產生的衝擊 會非常的大 好 現在俄羅斯的內部 瀰漫著就是暴富的氣氛 除了剛剛大使提到炸彈之外 層級的警告層級 已經到了烏克蘭政府 甚至已經到了美國的部分 我們來繼續看 現在設想如果說真的會有 這場春季的攻擊的話 現在讓俄羅斯感到威脅的武器之一 就是英國所援助烏克蘭的 這個風暴陰影的逆蹤巡弋飛彈 這個飛彈其實在2023年 烏軍就透過這款飛彈來去 拘殺了當地俄羅斯的高級將領 到底這款風暴陰影有哪一些性能 能夠接連讓這些高階將領襲擊身亡 將軍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英國軍研的風暴陰影 這個我們講到行運飛彈 它有幾個特色 所以在這一次烏克蘭戰爭 也發揮了它的作戰的威力 第一個 它的風暴陰影 它可以300公里 這個是行運飛彈打300公里算是相當遠的 你看它可以從各種的戰機 包含蘇凱24 還有其他歐歸系列的 不管是颱風戰機 標風戰機 幻象戰機 都可以發射 發射到300公里 300公里是4巨外了 它就是說 這個發射的飛機就很安全 因為它在300公里之外就發射 一發射之後 它對任務的執行機算是安全的 另外一個 第二個特色它是高度逆中 高度逆中 俄羅斯的這些雷達系統要搜索它 已經到發現到個風暴陰影的時候 大概只剩下 大概沒有多少時間可能陰影了 來不及了 因為它是逆中 你看它射擊那個形狀 也是逆中的 它翅膀機一打開之後 非常好的一個滑翔 再加上它後面的推進 那換成它的逆中 造成俄羅斯的軍隊可能應變不及 第三個它就算重磅 因為什麼 它整個的風暴陰影 它是1.2公噸 但是它的彈頭是1000磅 1000磅就相當於450公斤 450公斤的炸彈 是相當具有威力的 這一炸下去任何的建築物或者是 一般在我們講的不是在地下的碉堡 是扶上的碉堡都會炸爛 都會被貫穿 你這樣的話換句話說 最重要的指揮據點 都可以用風暴陰影來實時摧毀 所以這一次俄羅斯的這些指揮官 被命中拘殺 當然這個跟情報有關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情報 它所在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用風暴陰影做定點的摧毀 那第三個特色 風暴陰影的它這個飛彈 它有三重定位 有一個衛星的GPS定位 也包括了慣性導航定位 最後面一個 它是這個地圖地形比對 它按照地形的比對 這邊是高樓大廈 它這邊是山脈河谷 它這樣隨重過去 換句話它的精準度非常的高 你這幾個特色加起來 俄羅斯沒辦法有效防範 沒有辦法有效防範 除非你做源頭的摧毀 源頭的打擊 要不然的話 吃到一顆風暴陰影的狀況之下 不管是重要的軍事設施 或者是甚至是我們講的機庫堡 都會造成一個非常大的損害 這次英國所軍援的風暴陰影 在這一次的俄羅斯戰爭來看 對俄羅斯也都造成 相當程度的損害 好 謝謝將軍 除了軍事上的部署 我們來看到政治上 這場戰爭打了兩年多 會不會停下來 其實美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剛剛我們提到了 《華盛頓郵報》的爆料 說美國前總統川普說 24小時之內 他能夠結束烏爾戰爭 他更私下提出了秘密計畫 要求說你烏克蘭 你就是割讓你部分的領土 然後讓這場戰爭趕快結束 試問如果這一項計畫是真的 川普他是否認 如果是真的話 這是對 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計畫 可能是民主黨為了選戰 刻意放出來的消息嗎 可不可以請大使 我們先一分鐘就好 一分鐘 我覺得這是一個假新聞 我覺得以美國的政治人物常識 他雖然是總統候選人 前總統 他不可能 他沒有這個權力 也沒有這個位置 也沒有這個能力 去處理這麼重大的事情 那川普對於俄物戰爭 他是講他當選以後 他要停 他要立刻讓這個戰爭停止 他從來沒有講過 他要用什麼方法停止 所以我覺得做這個報導 基本上是我覺得 是為了達到選舉利益 所刻意放出來的一個假新聞 是 再請教老師你怎麼看 這一項秘密計畫 如果是真的話 因為現在看是假新聞 如果是真的話 有可能兩方烏爾能接受停戰嗎 我覺得這個部分有三個層面來講 第一個是按照國際法 跟這個主權問題來看 因為表現你一個非法的入侵 可能就是不會被國際法 國際所接受的 此外就烏克蘭立場 其實烏克蘭到現在能夠 很堅決的 能夠全民團結的來打這場戰 他守的就是寸土不讓的精神 我覺得他們也不會接受 但至於俄羅斯是有可能的 因為俄羅斯他只是說 他如果能夠停戰協議 能夠得到所謂的克里米亞 跟這個頓巴斯 他何樂不為 因為他真正的目的就是兩個 一個是要 當然就是北約東扣 第一個就是要 不要讓這個要去納粹化 第三個就是要把這個原來的土地 能夠多一點 本來克里米亞是2014年他拿到了 但這時候可以拿到頓巴斯 這個烏東的地方 他何樂不為 但是其實這個部分 我覺得國際是不能接受的 因為如果是能接受的話 你是規法入侵了 你接受 以後如果像中國入侵了台灣 那是要怎麼辦 怎麼處理 所以這部分我們也要堅決的 來力挺烏克蘭 謝謝老師的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近代環球大戰線